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跟我一樣 每天早上起床都是很趕很問才出門口 於是化妝也是滾水六個月 經過十多年的工作經驗和遲到的痛苦經歷 我最近就叫做develop了三個方法 令到自己又快又神速又presentable的底妝功量 我都會稱它為底妝懶人包 要你們有興趣想知道 究竟我怎樣嘗試去打造一個翻得功見的人 但是時間又非常見勢的底妝方法 大家馬上去片 一早上起床有時面色真的很差 所以我都會用一些帶pink tone的pimer 來提亮膚色 順便可以令到待會的底妝更加鐵伏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粉底條來上妝 很多人都覺得這些條狀、雙狀的粉底 不一定會很厚粉 會看上去很kicky 或者是無法呼吸 不過其實現在時代不同了 好像這枝Make Up For Ever的Ultra HD版本 就很適合我們這些乾肌類 混合性肌膚都非常適合 我就會輕輕地把它塗在臉上 然後用這個掃輕輕推開 你可以看到在示範當中 你會看到很容易推開 也整個妝感很均勻很貼薄 而且這些高狀、雙狀的粉底有個好處 就是方便攜帶 有時我會趁著人少少 乘搭車的時候化妝 很快就完成了 如果你像我這樣 之前那晚開夜車的話 一定要加少少遮瑕黑眼圈 我正在使用的就是 Urban Decay Naked Skin 我之前都大力推介 你看到我都是輕輕地掃在我重點要遮瑕的位置 然後繼續用這個掃 我就會把它捉緊一點 輕輕地掃開 大家可以看到妝感 看上去依然是非常貼薄 和很輕盈的 如果你是怕出油的話 可以用少少乾粉 來在剛才落concealer 或者T-zone位的位置 做少少定妝 整個妝就完成了 這個就是我第一個介紹給各位 又懶又貪美的女士用的 第一個方法 就說說第二個方法 不知道你會不會像我這樣 有時趕起來 連護膚品都沒有時間用的 如果是的話 今天我就想和大家推介這支YSL Top Secrets 黑色妝的叫做Instant Moisture Glow的這個Base 它塗上臉上 真的即時可以保濕 而且還可以加上毛孔 如果用這個方法來上妝的話 我通常都會先上遮瑕膏 我會輕輕點幾點在我的黑眼圈位置 然後我就不會推開了 因為我太懶了 我會連粉底一次過散開它 我現在用的就是Laneige BB Cushion 其實任何的氣剪粉餅都適合用 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品牌 或者你適合的產品 我自己很喜歡這種上妝方法 因為它方便補妝 亦都很方便攜帶 而最重要的就是這支粉撲 再加這個氣剪的妝置 整個妝你可以看到是很容易就推開印開 而且妝感也是很水潤 很有光澤感的 所以如果你是追求有光澤感的底妝 又或者你好像我這樣是乾性肌膚 那就很適合你了 不過如果你是油性肌膚的話 又很想試這種方法 都不是不行的 可以好像我現在這樣 用乾粉輕輕做少少定妝 都可以令你整個妝容持久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出油的 以下這個就是我第二個懶人包方法 不知道大家有喜不喜歡呢? 第三個方法也是最懶的方法 我只是會用到遮瑕膏和粉餅 不過怎樣懶都好 都要有少少妝前預備的 那我就會塗一些可以令到毛孔 沒有那麼過眼的Pimer 在我的T-Sone位置 那我今天用的就是這個 Benefit的The Porefessional 然後麻煩大家在化妝袋裡 找出你最喜歡覺得最好用的concealer 那我就當然會選 Urban Decay這一枝Nickel Skin 那我就會把它放在我重點要遮瑕的位置 包括了我的黑眼圈 我鼻翼兩邊 因為蛇都很紅 還有就是我下巴的豆豆印 然後我們就會用我們 隨身攜帶純天然的上妝工具 就是無名指 輕輕地印開它 來到這個時候粉餅出場了 如果你是油性肌膚 我就很推薦大家試試Rimo 這款Stay Matte 如果你本身是純相自然妝感 這款Benzua的Healthy Balance 也是我非常推介的一個產品 但我自己最近經常會用到的 反而是Berberry的Fresh Gold Compact 你看看我已經用完一盒 也要買一盒新的了 由此可見我是多麼喜歡用這款粉餅 為什麼呢? 其實你看看就知道了 只需要用一點已經可以做到定妝遮瑕的感覺 而且你可以看到整個妝看上去 一點都不會口粉 也都是很自然的 大家都有經歷過有些粉餅塗完之後 確實真的令到你變成粉養了 如果你不想喝這種感覺 其實我都很推介大家試試這款Berberry的 所以這個方法雖然是最難 都不失禮的 聽完我以上三個小分享之後 不知道幫不幫到你呢? 又或者你們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平時又是怎樣 有些簡單小步驟 令到自己的底妝又快又漂亮又正 可以搞定 然後出門口 另外就是 其實我自己都買了很多 BB Cushion 或者叫做氣剪粉底 回來試的 希望你們給多一點耐性 很快就會出片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們想知道我更多的update的話 歡迎你們follow我的Instagram 還有我的FacebookFans Page 另外就是 多點留言 我都盡量回覆大家 最後都多謝你們的支持 希望你們每天早上班都一樣開心 順順利利 下次短片再見 拜拜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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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